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WeekTalk 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电貌机器人这个赛道 这个赛道在目前非常非常熊的一个市场行情下 依然走出了非常好看的数据 无论是他们每天的交易量 业务营收 还是新增的用户数量 都出现了一个稳固上升的趋势 而且这个赛道里目前收入最高 也是这个用户数最多 同时也是交易量最大的排名第一跟第二的项目 其实都是没有发币的 而排名在第三的uniboot这个项目 其实也是在短短两个月间翻了差不多有10倍 那在这样非常熊的一个行情下 那这个赛道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来聊的 我们通过数据可以看到 目前使用电貌机器人的一个单一地址数 已经来到了94357 而整个使用电貌机器人去进行交易的总比数 或者是总的这个交易量 已经来到了4亿7千多万美金 所以其实这个数据表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迅猛 所以呢 本期视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目前市值排名第一 第二 第三的这三个项目 以及想跟大家综合的来去看一下这个电貌机器人这个赛道 以及想跟大家聊一下telegram这个生态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因为个人件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 建议区块链和数字会投资 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散发添加微信群 目前在电貌机器人这个赛道 排名第一 第二跟第三的三个产品 分别是Mustro Banana Gun以及Uniboot 那其中前两个项目是并没有发币的 所以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来关注的两个项目 那么站在整个的一个实际的业务统治力上来看 我们也能看到Mustro跟Banander Gun基本上占据了这个市场的超过65%的一个市场份额 我们在之前有跟各位做过一些视频非常详细的去来讲述了Uniboot这个项目 它的一个产品设计以及一些相关的使用体验 那么所有的电貌机器人项目虽然本质上他们会有一些细微上的差异 包括现在他们其实也是做的相当的细节化 但实际上他们的设计就都是大同小异的 主要是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核心点 那么第一个核心点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基于Telegram生态来去做的 那么对于用户来说 这一点去极大的降低了他们的一个使用门槛 以及说理解一个产品的一个门槛 那么第二点就是所有的这些Telegram的机器人无论是你去跟什么巨精跟聪明钱等等 本质上是一种跟单交易 而这种跟单交易如果放在链上 你去跟的这个人他的一个赔率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这就要比你在中心化的一些社交媒体或者是交易所上面看到的这些所谓的永赚老师 他们赔率就最高 因为在链上你到底是亏钱或者是你是赚钱 你是非常一目了然的 这个数据也是无法篡改的 所以你本质上是使用跟单的一个策略 是去跟这些本来就会赚钱的人 所以你自己赚钱的一个能力就能提升 接下来我们仔细的分享一下这两点 首先第一点 就是Telegram生态 去降低的用户成本 以及说降低的用户的一个门槛 这是为什么 首先 如果说让你去单一的在链上去做跟单 比如说你可能知道某些项目 某些地址他真的是非常会赚钱 一些土狗他发出来 他第一个就冲 然后他十几倍他就卖掉了 你能follow到他这个地址的一些行为 但是如果你要去做一个所谓的监控 去监控他的一个地址的操作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研发的背景 包括说如果你不会写智能合约 你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虽然很多人知道 在链上有一些聪明钱 有一些聚精 他表现的真的非常好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做到 你去写一个合约 去随时去跟单 去进行一些交易 所以在这一步上 其实是将很多的普通用户都拒之门外的 但是现在电报机器人通过telegram生态去做了这件事 也就是你只要能够发现几个地址 他真的猛真的厉害 你就能够通过这个电报机器人去做一键的部署 我在之前有讲unibot这个视频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了unibot的一个实际产品体验 真的就非常简单 你通过telegram去调动一下你的机器人 然后你去进行一些设计 然后就给他打钱 你就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些操作了 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是非常的丝滑 且非常简单的 不会有说任何的用户用起来特别困难 然后包括说他不会玩等等 也不需要你有任何的研发背景 你只需要学会使用telegram 就能够去学会使用跟调动这些机器人 所以这是第一点 他极大的降低了用户的门槛 所以他能让更多的一些普通用户冲进来 所以这为什么现在都这么熊了 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一些新增 重进来的一个非常关键点 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基于telegram 大家几乎没有门槛 大家就是随便调动一下 然后打一打钱 就可以完成这一步的操作 所以第一步也是整个电波机器人赛道的第一点 就是他降低了用户的体验 让所有的用户都有机会来参与到这个赛道中 所以这是最关键的 用户使用简单了 那你的这个赛道才能做大 其实不仅仅是telegram这个方向 就是其他的一些赛道其实都一样 如果说你的用户体验非常的糟糕 你的一个产品让用户去理解的一个难度也很高 那基本上你的这个产品是不太可能去面向普通大众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DeFi的金融衍生品 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突巨精的 而不是一些突普通用户的 但是telegram的这个机器人做的这点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就直接降低了用户的一个门槛 那么关于第二点就是 所有在链上进行跟单的操作 就是基本上大差不差 别管你是跟聪明钱跟巨精还是跟什么 然后这些都是跟单的一系列操作 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就是这些所有的一切 你去跟的这个人 他是一个真的能够赚钱的人 他不是像我们在推特上 或者是在一些中心化交易所里看到的一些永赚老师 他只是告诉你他怎么怎么赚钱 他永远不亏钱 但是你让他拿出来地址 他是拿不出来的 但是在链上的这些所谓的聪明钱的一些地址 他赚钱或者是亏钱 你是一目了然的 你是可以一键去看到的 所以呢 你本身跟的这个人 就是一个赔率相对较高的人 那你就跟他 你的赔率也会比较高嘛 那同样的也是 你可以去发现一些最新的项目 那这些冲突狗冲的很猛的人 你也可以去follow他 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买一去了什么 你也跟他去买 那这样子一切就都说的通了 所以基于这两点 第一点去降低用户门槛 第二点去跟这些赔率相对较高的人 那么基本上参与到整个电报机器人的一些用户 也是能够获得比较高的一个赔率 也就是赚钱的一个机会比较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赛道 目前正在增长的一个核心原因 我们在这里需要看一下数据 在目前熊市的一个状态下 而且我们知道 现在也不是说Meme特别的火爆 那么这些电报机器人都能够保证 你看Master这个项目 昨天的一个业务收入来到8万多美金 最高他可能超过将近25万美金 也是冲到了前十的一个地位 就看到这单一的一个项目 就有这么高的一个业务营收 而且还是在熊市 各种各样的Meme特别并不火爆的一个状态下 他都能冲这么高 如果说来到了牛市 那这个数据是不是更加恐怖了 而且你看到4以7700万这个数据 他在这周二这个数据才是3以7 也就是在短短的5天之内 这个数据是增长了有一个亿美金的 所以这个的一个数据增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然后我们说完了整个的一些产品设计 说他们的一些优势 还想来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经济模型 虽然目前只有Uniboot发币了 那么前两个还没有发币 但其实这个赛道 因为是一个现金流高的一个赛道 它的经济模型设计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如果说要参考Uniboot 你完全也是可以做到收税 然后你的一个手续费 可以去给到你的智力代币的一些持有人 包括说质押你智力代币的一些用户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赛道来说 本质上这是一个利用高频交易 来去赚手续费的一个赛道 它非常的像DAX赛道 但是它又将整个DAX赛道给去降低了 那这会是一个全新与众不同的赛道 我们在中英化交易所的时候 也看到过一些石盘的老师来去带单 等等这一系列 那么中间无论是老师去吃交易所的返用 还是说交易所去吃手续费 都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业务模型 那么这个业务模型目前放在链上 现在也是依然跑得通的 这些链上的这些巨精 这些聪明人他们能够赚钱 然后你通过Uniboot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Boot去跟他们 那你也能赚钱 同时跟单级人去吃一波手续费 那么这个手续费本身又是多品的 那它就可以去反补给它的一个代币的持有人 所以这个赛道的一个业务模式 以及说整个的代币经济模型的一个逻辑 是非常好理解的 而且它的一个产品方式 又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而且对于用户来说 你的使用门槛又是非常低 所以我会非常看好这个赛道 而且我会觉得 如果这个牛市来了 这个赛道可能会冲的更加的一些迅猛 因为看到现在用这个telegram机器人的一些小伙伴 其实都是冲一些土狗 而这些土狗可能经常出现rock呀等等啊 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情况 虽然我说赔率高 但实际上可能经常还是会亏钱的 但是如果牛市来了 整个市场出现一片新鲜笑容 那你如果真能找到几个非常厉害的这些跟单的大哥 那你去follow他用这个机器人等等 那你的一个收率绝对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在目前熊市的一个状态下 这样的项目都能跑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牛市的时候真的是不太敢想象 那么我在其中也有听到一些质疑的声音 就大家说这个赛道本身其实是一个做不大的赛道 因为大家其实玩这个的一些用户啊 其实都是一些小散户 就是大家不太敢把真正的太多的大钱来放在这里 首先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因为无论是unibot还是几个这样的一些bot 那么这些资金啊等等 其实也是通过一个相对中心化的方式来去带单的 而且如果你的telegram账号一旦出现被盗的情况 那你的这些资金或者是一些你的账户的一些安全 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所以这确实也是影响这个赛道 可以长期发展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如果你的资金不安全 那确实可能会比较难受 而相信每一个用户都经历过自己的telegram账号被盗的一个事件 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两全的点 我也会相信随着后续市场的一些发展 包括telegram电报机始人这个赛道的一个发展 这些问题可能会逐步的得到改善 但目前确实就是一些现在的一些情况 还有就是大家会觉得在上面玩 包括说跟单啊 从运钱等等 现在大部分还是都以meme token 以及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土果为主 那么真的牛市来了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赛道玩太小了 没有什么意思 那最终赚钱的可能还是一些 无论是公联代币 或者大兵以太这样的主流代币 那这些meme可能真的是在雄伟的时候 大家才会去玩 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不无就是道理的 就是牛市增长 那大家肯定还是会把主要的一些精力 放在一些高精尖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长期投资标的一些项目上 包括一些底层基建等等 那关于meme token的一些投资 确实会降低一些 但是我们又可以反过来想 如果说后续这些聪明钱去跟单 他们放弃了meme 而去选择一些新兴的 这种我们所谓的底层基建的产品 那bot这个赛道到底能不能越做越大呢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未知数 总的来说 对于bot这个赛道 我目前个人是相对比较看好的 因为在熊市 他们依然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数据量 那真的说明这个赛道 是一个非常非常迅猛的赛道 而且这个赛道 无论是他的一个用户的门槛 还是说整个的产品逻辑 包括后续发币的经济模型 代币的一些逻辑 都是目前看起来可以跑得通的 这会是一个跟dex 未来可能一比肩的一个赛道 而这个赛道目前还处于一个 很早期很早期的状态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去瞄准这个赛道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Metro以及Banander Guns 那么我看到前两天他们也有发一个NFT 也是非常卷的直接挤爆了Gas 所以这也是能够看到 目前市场上 大家对这些项目的一些看好 那么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赛道 目前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状态 但是整个的逻辑和经济模型确实是完全可以走得通的 那后续它能做多大 就说会不会出现一些相关的安全性问题 那真的是不得而知 我们也会需要时间来去进行一些检验 那最后想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TOM生态 也就是Tenagram的一个生态 我们在之前有讲这个第一到第一百的项目中 跟大家有分享过这个TOM 我们看到目前Tenagram生态走的真的是特别的迅猛啊 那最近一个月也是有了将近40%的一个涨幅 除了这些电报记者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Tenagram上面有一些游戏能够做 就它非常的像微信的小程序一样 那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也是昨天跟James讨论的一个观点 就是其实TOM生态的一个火热与否 跟Tenagram它上面的一些生态火热与否 其实是两码事 就是我们之前可能进入到了一个思考误区 我们以为Tenagram就是TOM 然后这两者的生态是相不相成的 但实际上这两者可以是完全割裂开的 我们现在用Tenagram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boot 是基于Tenagram这个社交软件来做的 而不是基于这个TOM这个区块链来做的 而我们也看到的一些新的游戏 他们也都是基于Tenagram来做的 就非常的像微信小程序一样 那也不是基于TOM生态来做的 虽然Tenagram上面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态 往上冲啊往上涨啊 包括生态繁荣 会反向的使得TOM的这个代币的价格增长 但是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去分清 就是TOM生态 它不等于Tenagram 虽然它可以在一定上去吃到Tenagram上涨的一些红利 但本质上这还是两码事 所以呢 我们再去关注一些生态项目的时候 可以把精力去来放到Tenagram本身的一些社交软件上 就是Tenagram这个社交软件本身的一些产品上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boot 它就是基于Tenagram这个社交软件 还有一些新的游戏等等而不是基于TOM生态 所以如果你研究生态去看TOM 这可能会是一个目前的误区 你研究生态还是要回归到Tenagram上面 但是这两者的一个价格 也就是说两者后续Long Term的一个长期发展 又会是互相依存且相不相成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里也是最后跟大家做一下相关的一个了解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我想要对Tenagram机器人这个赛道做的全面的一个分析 总的来说 我个人还是相当看好这个赛道的 无论是用户门槛降低 还是说经济模型跟业务模式的这个make sense 都会是我比较长期关注的点 而且这两个项目如果要发币的话 我个人应该也会去投入一些来放到我投资的portfolio里 所以如果你有更多想聊的 或者想要说的一些点 那么欢迎你也在评论区讨论 或者是扫码添加微信群 那么最后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